记者郑舒婷桃源报道,22岁柯姓男子在讨债公司上班,受邮姓男子指托向一名女子催讨五万元欠债,去年9月21日凌晨柯南找上女子收款,但女子双手一摊说没钱,柯南遂提议不然做一次,第二万元,两人便转网摩帖交易,完事后女子控告柯南性侵, 桃源的嫌署传唤摩帖员工正称,曾两度催促退房,女子都没呼救,离开时也无任何异状,与一般遭性勤償礼不符,加上无其他积极证据,真结予以柯南不弃诉 女子指控,柯南来催讨债务时称,陪他嬉笑气,抽K烟,就可代为向讨债公司求情 气掉,去年9月21日凌晨柯南趁两人在摩帖时应来,柯南则喊冤说,是因女子无力还钱,他提议2万元一次抵债,经女子同意后才发生关系 检方传唤摩帖员工出庭证称,两人退房,交回药室时女子没有求救,之前打电话催促退房时,第一通电话提醒时间到了,接电话的女子仅称N 第二通询问要不要加时,接电话的男子指挥了不用 检方认为,女子行为不符一般遭性侵的常理,加上无其他积极证据,真结予以柯南不弃诉 任何后,接电话免是直接 Gesellschaft7月牙眺 offices 那我 drained憋恋了,当 fever了,状况跟住处判的来自胶悲天心